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歌博物史话,我们继续寻找东北的100座博物馆 现在新歌来到了白山市的石儿镇,我们马上要去参观石儿血泪山离难矿工纪念馆 白山市石儿镇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之中 放眼望去,一道道山梁此起彼伏,一片片林木浓密繁茂 这座森林宝库蕴藏着庞大的生态资源,也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石儿镇附近的山体中就有储量巨大的煤田 要不怎么说咱们大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呢 但在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日本势力借着日俄战争得胜之威进入中国东北之后 那是眼馋的直流哈拉子呀 对各种资源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秘密调查 1931年918事变之后,小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 更是大仗旗鼓地组建了东边道开发诸事会社 对长白山脉之中的各种矿产林木资源 进行疯狂残暴的破坏性掠夺 为他们的邪恶战争所服务 崇山峻岭之中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也逃不过他们的搜寡 这上面应该都是露天采矿的矿坑吧 可能因为采矿的品种不一样 所以矿坑的颜色也有所区别 这边这个就是煤矿,所以是黑的 这么多不同的煤炭的标本 当时啊,石而矿的矿工们就是用这样简单粗陋的工具啊 最原始的工具 在石而矿里干着最沉重 最危险的采矿工作 他方啊 一些事故时有发生 受伤了 生病了 也没有医治 直接就扔了 所以才有这个血雷矿 骂人坑的说法嘛 1904年日俄战争 日本取得了胜利啊 所以他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啊 也是在逐步的扩大 从最开始的1907年 是这个蓝色的边界 然后扩展到了1912年 暗红色这个边界 不断的攫取中国东北的领土 到了1931年啊 小日本干脆不装了 发动了918事变 占领了东北全境啊 这部分内容啊 关东军进犯长春 在咱们东北百座博物馆的第三期啊 长春南大营旧址成立馆中 我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占领东北之后啊 日本鬼子就马上开始了 对东北全境的矿产资源的 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的差不多之后啊 就开始开矿 采矿了啊 1938年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石而矿 也就是采煤的煤矿 正式成立 开始采矿 还不只是煤矿啊 这小日本鬼子呀 什么矿产资源都要啊 尤其是对铁矿的需求量很大 后来呢 在大粒子沟发现了铁矿的矿脉啊 于是就成立了这个大粒子沟铁矿 还把铁路修到了那儿 石而煤矿的储量十分的丰富 在小日本疯狂的压榨之下呀 从38年建矿到45年战败 仅仅七年间 小日本就从石而矿啊 炸取了580万吨的煤炭啊 这些煤炭一方面用于战争的需求啊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直接运到了日本本土 供应他们本土人民的食用 太他妈可恶了 小日本的野心呢 还不止于此呢 1940年他勘探出来啊 东北的煤炭储量达到200亿吨以上啊 幸亏中国人民啊 把小日本给打跑了啊 要不然呢 还不定被他祸祸成啥样呢 这做了一个模拟的煤矿的坑道啊 咱们看看能不能进去看看 这还站着一个日本鬼子 站岗 哎呦呗 这里边有个矿车 这么一矿工人 拼了命的给小日本采矿啊 维养这帮恶狼啊 这是一个树井吧 哎呦 滴答滴答的滴水声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弄的还挺像 你别说啊 这当时的生产条件太落后了 这铁皮车高人了啊 你说不得累死个人呢 那边是日本鬼子站岗 这边是假鬼子站岗啊 这么恶劣的采矿环境啊 是个人就不愿意来干呢 大家都知道啊 给日本人干这个煤矿啊 没有好果子吃 整不好这个死里 所以说呢 一方面啊 日本鬼子采取骗的手段啊 成立大同公司啊 雇佣一些心狠手毒的把头 去骗官内的流民到这边来做工 另一方面呢 也抓啊 就所谓的抓扶浪 就是街头的无业游民呢 就给你抓过来 然后呢 这些可怜的我们的同胞们啊 在石热矿这种类似的很多煤矿里啊 很艰苦的劳动环境 然后又没有很好的医疗和生活的条件 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 这小日本啊 不想在这些煤矿里占用太多的这个日军资源 所以呢 他就建立了这个八头制度 以华制华 让这个狠毒的中国叛徒来管理中国人 以石而矿为代表吧 很多很多我们的同胞啊 都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 汉奸的这个批鞭抽打下 拼命的去干活 去挖煤挖矿 最后累死在这里啊 那么还不止于此 其实日本鬼子还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矫正院 关押政治犯啊 就是说这些犯人并不是说这儿的矿工 而是在别的地方啊 因为反对日为统治啊 或者发表一些反抗的言论 或者是亲共 亲国民党的言论 抓到这儿当做政治犯 所以这个矫正院其实和煤矿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啊 它就是设立在煤矿这样一个群山环绕不容易逃跑的地方的一座政治监狱啊 咱们中国人哪能心甘情愿的被小日本鬼子所建堂奴役 对不对 所以说先好有这个东北抗日义勇军啊 东北抗连 当然很多队伍 发起了长期顽强坚固作绝的斗争啊 但不得不说的是 日为军 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还是比较的牢固的 而我们抗日的力量还是相对薄弱的 哪怕在如此艰难困苦 暗无天日的环境里啊 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向石而矿 顾下了案子发展秘密的抗日力量 那么在日寇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呢 他们就折服下来 开展秘密的抗日活动 积蓄力量 那么到了1945年8月份呢 在地下党员刘家的这个领导下 矿工们终于发起了暴动 最厉害的是啊 刘家还组织并带领了420名矿工 去沈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呀是纪念馆1960几年成立的时候的 那个老的馆社 后来条件好了呀 就搬到这边这个新管理了 但是我们从这边过去啊 有一条小路 能够到达罹难矿工的纪念碑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三尊铁像啊 就是刚才在展厅里看到那三个 汉奸头子啊 残害了无数我们同胞的 矿工把头 他们在1947年的工审大会上被判处了死刑 然后铸成铁像让他们跪在这里 勇士不得超声向我们山上的死难矿工纪念碑去跪拜 忏悔 走我们上去看看 在这个台阶的边上呀 摆放着三座以前类的纪念碑 相对小一点 而且有点残破了 就挪到这儿 后来建设了更好更高大的纪念碑 向死难的同胞们 鞠个拱吧 从1938年十二煤矿开矿算起 一直到1945年小日本完蛋 这短短的七年间呀 死难于此的中国矿工就超过一万名啊 这山谷沟壑当中啊 时不时的经过暴雨冲刷 就暴露出一些累累白骨出来呀 真的是太惨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啊 这东阳沃国到现在他也不安分 最近不是又有新闻爆出来吗 说他们准备来说 一千枚导弹对准中国 以抗衡中国的武力增长 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 但我们绝不惧怕战争 更不惧怕他们的武力格杀 大家说对不对啊 如果这次小日本 胆敢再进行武力挑衅的话 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老丈心丈咱一块算 一起啊就把富士山解放了算 cyn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